节词的伙伴们大家好 相信现在你坐在歪歪课堂里 已经听过了完整的事业说明会 已经对公司产品制度都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 接下来呢 你就要听到关于这个做这个行业最重要的一刻 那就是如何起飞 通常在别的公司叫做如何起步 但是以节词的发展速度呢 如何起步已经太慢了 不够了 所以我们要做如何起飞 那为什么要做如何起飞呢 有两点非常的关键 因为这个行业呢 是计365行以外的完全不同的一行 所以要在这里面呢 一定要有相当的一些心态和技巧 另外呢 我们带进来的每一个伙伴 我们都希望他们在这里面 顺顺荡荡的走完全程 能够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 所以在这里面呢 最重要的一点 如何起飞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那一般来讲 我们新朋友呢 新会员 进到这个行业都会遇到第一个陷阱 就是会去乱问 会去问朋友说 这家公司你听说过没有啊 这个行业你觉得怎么样啊 可是呢 想想看他们会不会问到对的人 通常来讲 他们问到的人 要么是从来没有经营过这个行业的 要么是经营过失败的人 通常他们很难问到真正对的人 如果他们周围有这样对的人 我相信他们已经成功了 他们已经跟着这些成功的人士 早就走上了这个成功的道路 那另外呢 新会员新朋友进入这个行业遇到的第二个陷阱 就是喜欢去乱查 会去查网站 查非公信力网站的一些讯息 要知道今天的网络信息是谁都可以上传的 资讯是爆炸的 而且呢 准确性是值得质疑的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要到什么地方去 才能找到正确的 具有公信力的一些数据和依据 接下来呢 我们还说 新伙伴新朋友进来之后 一定要相信你自己的判断力 很多人呢 对自己的判断力比较缺缺 所以呢 听完了之后 就会想说去咨询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孩子 或者是孩子 可是呢 在这里面 他们都不像你一样 坐在那里 完整的听完了整个事业说明会 对公司 对产品 对前景 对趋势 都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如果你希望你的家人 如果你希望你的家人也支持你 你最好呢 也带他们到事业说明会上来做一个完整的了解 好 另外 如果你说你要做 想想看你是不是真的要做 为什么要做呢 每个人从事一件事情或者从事这个行业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原因和出发点 这个原因和出发点其实是到最后支撑你走完全程的一个动力 如果你的这个出发点你的这个为什么足够大 足够能够支撑你去遇到困难的时候走过来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一定要想清楚你为什么要进入解释 先把你的为什么想清楚 好那接下来呢 很多朋友说我要做 但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去做 直接决定了你最后的结果 那我们通常说做的态度有三种 大多数朋友进来的时候都说我试试看吧 你很容易在这个行业里面试试看 因为没有任何的压力 没有任何的投资和风险 你很容易说你放弃 那你这个试试看是什么呢 试试看周围的朋友是不是很容易拒绝你 如果你遇到一个朋友或者两个朋友跟你说我不适合这个行业 或者说他们做不了 是不是你就决定放弃了呢 所以首先关键在于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要做 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做 你今天如果是抱以试试看的态度去跟一个朋友讲事业的机会 我敢保证他对你没有信心 对这件事情也没有信心 但是如果你的态度是很坚决的 我认定了 我一定要做这件事 所以有很多朋友呢 可能看到你的那份信心和信念也会比较容易跟你来合作 所以试试看的人通常是最先被打垮和退出的人 想想看为什么很多生意人容易成功 去投了大笔的资金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行业我们其实也很愿意去找生意人来合作 因为他们遇到的困难很多 他们愿意把自己逼到这个我们说破骨沉舟的境地 一定要成功 所以他们愿意去接受挑战面对一切的困难 所以还有一种态度呢 我们叫做尽力而为 什么是尽力而为呢 你有家庭 有工作 可能还有别的事业在做 所以呢 你会说我已经尽力了 其实在这里面你不需要找任何的借口 因为没有任何人需要听你的借口 我们做这件事情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因为起初是我们自己想要的 那还有一种态度就是全力以赴 想想看我们这里面成功的钻石双钻 甚至是三钻 有几个不是全力以赴的呢 一个也没有 他们每一个人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全力以赴的 就是全职在经营的 如果你可以做到全职经营 你也能够像他们一样 短短两三年三四年的时间 就可以做到退休 想想看这个温哥华的第一颗钻石 整个加拿大的第一颗钻石 李英老师 他也是在起初的第一年 到现在 他明年就要退休了 到现在 他也几乎每一天都工作超过16个小时 这是全力以赴的 那他得来的是什么呢 他和他女儿的两个户头的收入 已经接近40万美金 为了这样的一份收入和回报 您觉得值不值得呢 好 那接下来我想提到的是成功五星 说起来呢 感觉有点像是这个冠冕堂皇的一些话 可是在这条路上 走着走着 你就会觉得这些都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爱心 为什么要有爱心呢 如果这件事情 你真的是把一个钳字写在额头上 带着这个字去跟别人谈的时候 人家会觉得你是带着利益 来跟我谈的 如果你带的是一个爱心 出于这件事情可以帮到他 或者这个产品可以帮到他的时候 他会觉得你是来帮我解决问题的 他更容易敞开心扉来跟你合作 所以时常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想 我要怎么样才能帮到他 他到底需要什么 这点是非常关键的 好的 那如何起步呢 其实最关键的几点都在这个起初开头的这个页面上了 我们说 美会必到 成功必到 美会迟到 成功迟到 美会不到 成功不到 其实在这条路上经营了差不多一年时间的经营者 对这句话可能理解会非常的深刻 想想看走过来一年的时间 到现在做的不错的 月收入超过5000美金 甚至是一万美金的伙伴 他们都几乎是美会必到的人 所以如果你想在这个行业成功 你真的要进入核心 而且做到美会必到 那再如何起步呢 第一件事情还很重要的就是要大量的去使用产品 刚刚入会的新朋友 你们认为他们对产品有没有足够的信心呢 通常是不够的他们的信心 这个信心呢 是靠大量的去使用产品 把产品用在自己身上 用在家人身上 得到了这个体会之后呢 才会对产品的信心不断的加强 所以如果经济条件允许 一定要大量的去使用产品 因为我们说这是一个分享的行业 如果这个产品你没有用过 甚至用的不好 你是没法向朋友去推荐的 比如说朋友很简单的问你一句 那白地独村那么好 你用不用呢 你说我不用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用 这是不合理的 不合情理的 那在心态调整方面呢 我们说在这个行业里面 最重要的 其实做如何起步 就是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心态的调整 一个是技巧的训练 那哪一个更重要呢 通常来讲我们会说 心态的部分占到了100% 技巧有多重要呢 也是占到100% 所以这是两把刀 但是呢 我们说如果你的心态 其实是缺一点都不行 如果你的心态是99% 可能就差了那么一点点的心态 你在这个行业也未必能够成功 但是你刚刚入门的时候 如果你的心态非常好 你的技巧不是很好 但是因为你的心态很好 你的技巧会慢慢上来的 因为我们说说到技巧的部分 都是通过练习会拥有的 而心态调整的部分 却要各个方面一起到位 比如说美会必到 比如说看相关的书籍 比如说跟在这个行业团队里面 成功的人常常在一起 都很关键 那心态调整的部分呢 有好几个心态需要调整 第一个呢 就是使用产品的心态 在使用产品的时候呢 记住对公司对产品 一定要有足够的信心 当你对公司对产品的信心 不足够的时候呢 你常常会表示出抱怨和怀疑 你常常说为什么这个产品 这么不好 用在我脸上都没有效果 其实你换位 换一种方式来思考的时候呢 如果你对公司的产品 信心足够 你会怎么想 这么好的产品 我为什么用不好 问题出在哪里 你会主动的去找到自己的原因 这才是一个成熟经营者 应该拥有的心态 而不是去追究产品有什么问题 想想看老板投资那么多钱 做出来的产品 他一定经过了深思处理 和大量的验证和考察的 他不可能去做没有效果的产品 所以今天这个这么好的 优秀的产品到我们手上 我们要如何好好的去用好它 一定要先找出自己的问题 要排除心理的怀疑和不相信 而且呢 我们常常说不用产品 不要做 因为你没有办法 把自己不信任的产品 向周围的朋友去推荐 好 那第二点呢 我们说到要有学习的心态 其实走过来一年的时间 我发现这个学习的心态 实在是太重要了 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 有很多的人并不是不聪明 并不是学习能力差 而是他觉得无所谓 就是这个样子嘛 我应该都会嘛 这是这多小儿科 多简单的事情 可是大错特错了 这个行业已经走过来五十几年的时间 在这里面有多少人跌倒过 总结出来的经验 有些人可能穷极一生 在这里面也没法成功 就是因为他没有抓到这里面的药领 所以这里面的药领 其实说说破了是很简单的 但是如果没人告诉你 你自己去采摩 可能五年十年 你也未必能够揣摩的出来 所以在这里面要放空自己 要有一个空碑的心态 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常常遇到 同样在一个会场讲 同样的内容 那有些人可能已经到会场了 但是呢 他的心没有带到那里 或者是他的耳朵没有带到那里 我们讲过的内容 很多人在会场出现 但是未必有真正听进去 我也有发现 有一些伙伴在会场是出现了 不过呢 他可能一直在看手机 或者一直在想别的事情 所以既然已经到了会场 一定要到了会场 就要把所有听到的东西消化进去 要吸收进去 成为自己的 好 那我们说在这个行业里面呢 真的是隔行如隔山 好 过去不等于未来 当然这个过去不等于未来 有两层意思 过去 你很成功 那是在传统行业 但是并不代表你在这个行业 就一定能够成功 如果你不学习 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这个行业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定律 那第二个 过去不等于未来 是你如果原来 从事过相关的行业 你没有成功过 但是在杰斯 在美赚18 并不代表你未来不能够成功 所以如果你在 美赚18团队的这个系统里面 你真的放空了自己 好好的去学习 你一定能够成功 好 另外呢 我们说要有相信的心态 相信是非常重要的 前面呢 我们提到对产品 对公司要有信心 其实对公司 对产品有信心 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你可以去看大量的研究报告 你可以去读大量的 关于公司产品的一些 一些资料 或者是一些背景 可是最难的相信是什么 相信自己 所以相信自己的能力 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这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你准备开始从事这个生意 你接下来又面临的事情是什么呢 你要走出去 告诉你周围的一些朋友 让他们可以跟你一起来做这个生意 但是如果你今天还不够相信自己 不够相信公司 不够相信产品 你如何让朋友可以跟你一起来做 如果你今天还不够有足够的信心的时候 你走出去 还别说 邀请朋友跟你一起合作 可能最先被打倒的是你自己 所以我们说 你的相信 一定要超过周围人任何的怀疑 要远远大于任何的怀疑的时候 你才可以成功 那你怎样才可以让你的相信 远远大于别人的怀疑呢 首先你要听成功者的分享 你要看大量的书籍 所以这还是提到学习的重要性 好 另外接下来呢 我们说在这里面一定要有老板的心态 什么是老板的心态呢 在这个行业里面 我们每个人都是对公司一个平等的关系 都是一个经销商 所以在这里面 其实没有人有义务帮你 但是你在一个团队里面能建立 是很幸运的事情 不过你一定要记住 要成为一个独立的经营者 想想看生意人是怎样的 去处理自己的生意业务的 所以你在这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企业家 有一个老板的心态 去面对这个生意 去独立解决很多的问题 不要任何时候就想到要去依赖谁 当然背后有很多的资源 已经可以提供给你 让你在这个行业里面成功 做到成为独立经营者 非常的重要 独立的设立会场 独立的带团队 当你有一个独立的心的时候 你才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领导人 另外呢 在这里面还有钻石的心态 说到钻石的心态呢 其实就是说要学做人 你不可能是说我等到做到钻石 我在说话 穿衣做事 像个钻石 迟早有一天你会是钻石 但是到那一天 你不希望有人在背后 直直戳戳 将你以前做的一些不光彩的事情 所以既然认定要做这个行业 也认定要成功 从第一天开始 你就要像一颗钻石 爱护自己的每一片羽毛 不该做的事情 不要做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一定要懂得付出 懂得舍得 我们说要舍才有得 如果你的手里面已经捧满了东西 你不愿意丢下的时候 其实你没有办法得到更好的东西 好 另外呢 我们说要乐观进取 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态 这个心态在这里面很重要 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 其实没人需要你的感恩 但是呢 如果你实实处处有一颗感恩的心 你就不容易抱怨 你就不容易觉得别人谁欠了你 其实当你觉得谁欠你的时候 你当你觉得心里头 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 欠你最多的是你自己 你每一天都会在抱怨 都会变得非常的消极 不乐观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很喜欢分享团队伙伴 婉婷讲的一句话 他说当你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呢 其实想都不用想 先拍一下巴掌 说太好了 就这个太好了 其实可以把你的思维 可以向一个非常积极的方向去引领 接下来的话 接下来你的思维 都会想着如何让这件事情 变成一件好事情 我们说任何事情的发生 都是中性的 没有绝对的好事 也没有绝对的坏事 是什么决定呢 它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由你的心态所决定的 好 另外呢 我们说要热爱你的选择 好 我想问一下 坐在YY课堂里面的伙伴们 你们有谁真正热爱你的选择 为这一份选择感到自豪的 我很自豪 我选择了解释 我很自豪 我选择了这个行业 好 正如马云所说的 一等女人做直销 我常常开玩笑说 我们今天是特等女人 因为我们做的是电子商务 好 所以要在这里面呢 要热爱公司 爱惜我们的公司 如果觉得是不对的人呢 你就不要把他随便带到公司里面来 好 另外呢 我们说努力 坚持 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里面呢 有些人可能坚持两三个月 或者最多半年的时间 没有看到像他预期的非常好的结果出现的时候 他可能就放弃了 谁知道呢 也许你在半年的时候放弃你的一个大王 他可能在第七个月的时候 就出现在你的整个生命里 好 所以要努力 坚持 非常重要 原来我们在另外一家公司的时候 有一位先生呢 他是坚持了四年的时间 都没有好的结果 可是想想看 原来我们的坚持 我们常常讲 胜者为王 胜下来的胜 因为要胜下来 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每个月呢 都要完成将近两万人民币的一个销售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让你每个月业绩都要清零 都要去完成两万人民币的销售 坚持四年下来 如果你还没有团队伙伴 是非常困难的 好 可是这位先生呢 他坚持了过来 他到日本去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呢 遇到了一位陌生人 就这位陌生人 改变了他全盘的局面 所以坚持 直到你挖到你自己的王牌 好 另外呢 我们说其实在解释 其实要坚持下来很容易 因为每个月就一盒白泥乳唇 或者是一只皮肤的精华露 就可以让你在这里面 保有你所有的积分不清零 剩下来的事情就是 看你如何去提高你的技能 如何持续的去分享这个事业 好 另外呢 在这里面还要有一个过滤的心态 要将这个事业呢 事业化 生活化 我们说要把这个事业生活化 什么叫做生活化呢 你可能是在去公务的时候 好 看到不错的人 你也可以跟他留下电话方式 好 或者是留下微信 进一步的联系 所以其实你不知道 合适的人会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出现 好 所以把整个事业生活化呢 你要知道 你的Kim Hway 你的蒋奇瑞老师 你的林老师 可能会在任何时候出现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说要敢于和善于去寻找 比你更强的伙伴来合作 好 想想看 如果你只敢去找 比你更弱的人来合作 在团队里面 形成这样一个氛围 每个人都只敢去找 比他更差的人来合作的时候 团队会走向什么样的一个局面 好 我们说这是一个借力的生意 既然说到借力 你要借什么样的人的力 当然是有资源的 有能力的人的力 好 所以如果你一旦发现了这样的人 你觉得他是个不错的人犬 你就要想办法去跟他去讲这个事业的机会 好 那原来我们在另外一家公司的时候 也是一位太太 那叫Teresa太太 那这位太太呢 她在公司待了很 有一段时间 都没有很大的起色 后来呢 她的推荐人告诉她 要开这个马来西亚市场 你要不要也去马来西亚看看 那她说我在马来西亚一个人也不认识 那我去能干嘛呢 她推荐人说这件事业就是玩 你玩得越大 你就做得越好 那你一起来看看开海外市场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后来呢 她跟着一群这个事业伙伴呢 都一起去到了马来西亚 那白天的时候呢 前面的几天 事业伙伴们都全部去谈自己的朋友去了 因为他们在当地呢 都有一定的资源 但是这个Teresa太太一个人也不认识 她只好买了报纸回家来看 有一天当伙伴们回来的时候 她告诉这些伙伴 她说我要去谈报纸上的这一位 当大家凑过来看的时候 都觉得她老子一定被烧坏了 为什么呢 她要去谈的是马来西亚首富 长青集团的董事长张乔青先生 是全球500强企业的老板 可是这位太太说 那既然你们叫我来玩 要玩大 那我就玩大一点 结果呢 她通过几经周折 找到公司的一个小主管 还不是个高层主管 让她去约这个张小青先生见面 最终呢 见到面了 而且呢 这位太太也做了很好的这个功课 她想到说 每一个人其实在这个生意里面 都会找到她想要的 那这样一位人物 世界500强的老板 她想要的是什么呢 坐下来过后呢 她也问这个张小青先生 你觉得你的公司做的这么大 集团总部这么大 你觉得对于你来讲 最宝贵的资源是什么 那张小青先生的回答 也正是她想要的 就是人才 那Teresa太太说 那既然最宝贵的资源是人才 你需不希望你的人才有一天 一个一个的流失掉呢 当然不希望 没有老板希望看到自己的人才流失 可是Teresa太太说 如果你不希望看到这些人才流失 而我们这个行业在寻找的 就是人才 当有一天 你的人才一个一个的被吸引走 因为在这个平台是很公平的 在这个平台 他可能付出同样的努力 一个月可以创造更多 多五倍或者十倍的收入 他一定会离开你的公司 你为什么要等着别人 把你的人才引走 而不自己做动 把他们圈起来呢 如果这些人离开你的公司 在这个平台 他还在你的系统 如果他没有听明白这个生意 他还是乖乖的带在你的公司 你并没有损失什么 所以张晓青先生呢 第二天就直接开了一个直销部 然后呢 也给了Teresa太太一个办公室 然后聘请了专门的秘书 一起来做这个事业 那这位太太呢 也一下子把这个张晓青先生 这个集团上万人都欠下来了 四万人的员工 欠了一万多人下来 所以一下子呢 这位太太也变得生命大兆 好 所以要真的是要敢于和善于去找 比你更强的人合作 你才能够真正最大程度的借到力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说一定要去做目标的设定 好 为什么要做呢 你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说每一个人 其实都有两个动力 一个是追求快乐 一个是逃离痛苦 好 那到底是哪一个的动力更大呢 那当然是逃离痛苦 好 所以在这个平台里面 你当初为什么要做 那个快乐点是什么 好 不要让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待着 觉得很痛苦 当然如果离开了杰斯 你可能有很多的梦想都不能实现 那样会让你很痛苦的时候 你一定就离不开杰斯了 好 另外呢 我们说要找到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要找到有危机意识的 不要安于现状的人 好 那在这里面 你要因为有危机意识 因为你自己也是不安于现状的人 你才会不断的向前走 那目标呢 一定要视觉化 随时呢 去提醒自己 把你的目标分解一下 我们说没有办法一口吃个胖子 所以你的目标呢 一定要有短期的目标 中期的目标 和长期的目标 短期的目标就可以先设定一下 什么时候上蓝宝 中期什么时候上红宝绿宝 长期就是什么时候上钻石 一定要把你的目标呢 视觉化 随时提醒自己 怎么样你让你自己的目标视觉化呢 比如说 马上我们这边就要有联会了 召开年会的时候 你说明年这个年会的时候 我要想带50个伙伴 或者是100个伙伴 一起去参加这个年会 那你把年会的照片呢 贴出来 放在你的卧室 或者呢 你想去参加公司的一个旅游 像今年 在今年11月之前 做到绿宝的 明年1月份 就要去参加夏威夷的豪华之旅 所以你把夏威夷的豪华之旅的照片 可以放在自己的卧室 天天看着 刺激自己 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去 那你一定可以做到 另外呢 我们要把你的这个目标 和你的计划 结合起来 要让你的计划呢 详细 你可以先设定一下 我是三个月上南宝 还是两个月上南宝 不能太久了 因为上南宝的速度 直接关系到 你在这个行业成功的速度 比如说我设定一下 三个月上南宝 那三个月上南宝 我们说上南宝要有多少个金三角呢 要12个 那分配一下 12个金三角分配在三个月 那每个月呢 你至少要有四个金三角 那要成就四个金三角 我们说二八定律 好 那四个金三角 你就应该要谈多少人 产生四个金三角呢 一个月至少要谈二十个人 所以你就知道 把这二十个人分配一下 分成四个礼拜 每个礼拜至少要谈五个人 就差不多每天一谈 这是三个月上南宝 当然我们团队有很多人 做到非常短的时间 二十几天 甚至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还有人呢 三天 甚至两个小时上南宝的 你要把你的计划呢 详细到每一天你该做什么 并且呢 随时去修正它 好 那我们团队为什么叫每钻十八 因为我们有一个计划呢 是十八个月上钻石的计划 其实十八个月上钻石的计划 真的取决于你上南宝的速度 那我们这个计划呢 以后会详细的在黑板上呢 演示给伙伴们看 那我们说在这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四件事情 就是学做交传 大家觉得学做交传 最难的是什么 最难的是交 学跟做都很简单 只要你心态归零了 你这个空非心态 你去学习 你去做 慢慢的练习都还比较容易 但是难就难在交 如果团队做不大 问题就出在交这个字上面 如果你会教了 而且还会教会别人如何去教会更多的人 那才能够传得下去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常常说 找到一个老师 比找到一个销售员更重要 我们要的不是推销员 因为我们不需要去销售产品的 那在这里面呢 怎样才能做到 比较容易学做交传呢 那首先一定要简单 才容易学 容易学才容易教 才容易复制 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去制成一套 让系统失去它的这个意义 所以就变得 让新伙伴进入这个行业 无所适从 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 那就会变得很复杂 很麻烦了 那五大基本动作 在这里面必须要做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产品的介绍 首先你要知道 我们的产品它的优势在哪里 你至少要说得清楚 什么是生长因子 说得清楚什么是干气包 说得清楚什么是端利 我们的产品 为什么有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 那另外呢 你要会推荐 会推荐会去找合作伙伴 跟他们讲清楚 这个生意的前景和趋势 另外呢 我们说并不是很多的人在听完 马上就要跟你承诺说我要做 所以接下来的事情 跟进 一定要会懂得去做跟进的 那有一些人呢 常常是比较有更多的 就是这个机会吧 在自己手上 所以可能也觉得这个事情不错 但是呢 未必马上就决定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真的认准了谁有能力有资源可以做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花时间去跟进它 如果让一个有能力有资源的人认定了认准了这件事情 接下来你就会非常省力了 好 另外呢 你一定要会带团队 带团队怎么带呢 其实带团队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复杂 好 现在呢 我们整个团队有那么齐全的资源 好 有YY课堂 有我们的成功包 好 另外呢 还有我们的微信群 所以你要带团队要做到的事情 就是把该给到伙伴的资源 一个也不要少 都要给到他们 而且呢 要随时跟他们保持一定热度的联络 如果是新进门的伙伴呢 通常前面的三个月 好 你每天或者是每隔一天 都要给他们保持相当程度的 这个相当热度的联络才行 好 另外呢 就是重点 建立核心的组织 好 这件事情你要怎么样才能做大呢 靠你一个人 没法做大 所以你一定要把一帮人呢 组建在一起 组建成一个团队 团队的力量是很大的 这个核心的动力是很重要的 这个核心要形成一个氛围 团结 凝聚力 协同作业 这样呢 就会吸引更多的人 来凝聚在这个团队力量的周围 核心力量的周围 好 然后另外呢 我们说 在这个行业其实没有那么难 它就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不断的提高 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自我总结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讲一下这个列名单 列名单呢 其实是最基础的 需要做的事情 那列名单呢 最少我们说 列二三个人的名单 这里我要讲到一点很重要 要列有效名单 什么叫有效名单 要把人名写下来 算不算有效名单 有些人可能你只是想到 但是连联络电话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要列一个有效的并且完整的名单 这名单要包括什么呢 名字 言诺电话 他的喜好 他的需求 他的生活状态 他的家庭成员 甚至他的健康状况 要详细的知道 关于他的一些信息 这个是有助于你以后工作的开展 把名单呢 分一下类 亲戚朋友 邻居 同学 同事 陌生人 或者客户 你的人脉可以来自于任何一个圈子 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去收集扩大你的名单 常常有些人说 我没有足够多的名单 其实不是名单不够多 而是自己缺乏想象力 这里举一个例子 原来有一个人呢 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他已经30岁了 叫他列名单 他只列出了6个人 然后他推荐人一看说 怎么才6个人 就看到这6个人的名单里面呢 有一个人是他的大姑 然后他的推荐人就引导他说 哎呦 你都30岁了 那你的大姑怎么也有五六十岁了 他还截然一身吗 真是可怜 他说没有啊 我还有大姑父 那你为什么不把大姑父写下来呢 他说那大姑父还是人吗 那当然是人呢 还得把大姑父写下来 那写下来之后呢 推荐人再继续引导他 说你这个大姑和大姑父也怪可怜的 五六十岁了 膝下无子吗 那这位回答说 当然有了 不仅有孩子 而且孙子都有了 那推荐人说 既然有孩子 有孙子 孙子还有同学 同学还有学校的老师 还有同学的家长 那有用不完的名单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缺乏想象力 并不是缺乏名单 我们常常说可能你在这个世界上只因为认识六个人 你就可以认识全世界的人 发挥你的想象力 名单从来不可能缺少的 那另外呢 我们说做名单的分析 form 从四个方面呢 去找到它的切入点 当然在名单里面 最好你能够把它的这个form 这四个方向的需求写下来 F是family 家贫 O是occupation 职业 那另外呢 R是recreation 是这个我们说娱乐 M是money 从这几个方面呢 去分析一下它的切入点 它可能是产品型的切入点 可能是经营者导向的切入点 那你永远要记在心上 我们不是为了卖产品而卖产品 我们常常是去 有些时候可能是以产品的导向切入 但是呢 一定是因为这个人 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生意合作伙伴 或者说他背后有非常广阔的市场 他很有影响力 有一天 他可能会从一个产品的用户 变成一个经营者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谈一下如何邀约 其实大家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呢 就会知道如何邀约的精髓在哪里了 让你看见 但不让你看见全貌 好有些伙伴常常是听完这个事业 就开始去约朋友 拿起电话是公司产品制度 噼里啪啦一下子 自己就讲了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完全不知道对方的反应 要知道我们在电话里面 邀约的话 其实是什么 为了见面而已 而且呢 要在做邀约之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还是心态的调整 我们要知道邀约呢 是一种技巧 既然谈到技巧 是要练习才有的 如果你没有够多的练习 通常我们每一个人 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邀约技巧都是非常清澈的 都是不够纯熟的 但是当你在不断的做的时候呢 你的技巧慢慢就出来了 而且呢我们要知道邀约就是过滤 有些人适合 有些人不适合 你不必强求 每一个人都要认同你的观点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做一个信息的传递者 我们不过是要找到那些适合的人 找到我们觉得可以一起合作的人来合作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常常讲到一个二八定律 那有这个一百个人里面 可能只有百分之三的人是先知先觉的 听完就说 这是机会 这是一个大趋势 马上就加入了 还有百分之十七的人呢 是后知后觉的 百分之三的人通常呢 他们是靠嗅觉来做判断的 然后百分之十七的人呢 要去研究一下这个 研究一下那个 是属于后知后觉 或者呢 他们要看到你做得很成功 才愿意进来 还有百分之八十的人 都是属于比较不知不觉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 因为那百分之八十 当然他们毕竟是大多数人 不要因为他们的存在 而让你觉得灰心上气 百分之八十的人 他们都看不到机会 他们都习惯不再去发掘和发现机会 所以你的时间的分配呢 也是百分之八十的时间 花在那百分之二十的人身上 百分之二十的时间用来快速去过滤掉那些不知不觉的人而已 所以要找到对的人 这是我们想要的 好就像Kim Hui当初讲的一样 他在开始决定做这件事业的时候呢 他找到了两百个人去谈 只有多少人跟他合作呢 五个人 而这五个人当中除了一个是红宝 其余四个人呢 都是双转 就这五个人就成就了他的整个全球生意的王国 所以你真的不需要所有的人都认同你 你只要找到那五个精英 你的事业就有成了 另外呢 我们说在这里面 既不要算命 也不要烂语充数 你在还没有谈之前 千万不要去预设立场 说这个人行 那个人不行 如果你这样去算命的话 可能很多人都未必觉得 Tina一个在美国去刷完洗盘子 当帮庸的人 将来可能成为双转 所以千万不要去算命 另外呢 也不要烂语充数 如果觉得不对的人 不要把他们轻易带到团队当中来 他们可能会坏了你整个团队的氛围 好另外呢 我们就讲讲看 邀约的方式要注意什么呢 我们说邀约要以电话邀约为主 以简讯邀约为辅 很多人现在微信很方便 就用微信在邀约 可是那个太冷了 你完全不知道对方的感觉 所以用电话邀约的时候 你至少还能听到 对方的声音 声调语气是怎么回事 所以用电话的方式呢 去邀约是最好的 那在电话邀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几点 第一个注意主动 掌握交谈的过程 要怎么样才能掌握交谈的过程呢 要用问话的方式 在邀约之前 就首先要想好一些问题 你要提一些什么问题 一个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 让对方无法去想到说 要问你什么 因为你要的 就是跟他热络一下气氛 约到他见面 所以我们说邀约的目的 就是见面而已 所以在电话里面 邀约一定要注意三不谈 不谈公司 不谈产品 不谈制度 千万不要在电话里面 觉得非常好 就什么都讲了 如果你在电话里讲了 这个朋友可能以后 都会躲着你 不再见面了 因为我们说见面三分情 见面去聊的时候呢 你才会比较了解 他的需求 他想要什么 另外呢 我们说在邀约的时候 要记住 善用二选一法则 不要说你最近有时间见面吗 你下个礼拜有空吗 你给他的范围太大的时候 他难以去做出任何的选择 所以你最好给他两个选择 你是礼拜一还是礼拜二比较方便 你是礼拜二的上午还是下午比较方便 或者呢 给一个周末的时间 给一个平常的时间 你是礼拜五还是礼拜六比较方便 但是在邀约给出时间点 要求时间点的这个选择之前呢 你最好先消除他的抗拒点 什么叫做消除抗拒点 先问一下 最近平常你都在做什么呢 他说我在上班 星期一到星期五 那你就知道星期一 星期五白天约他不方便吗 那你就约他周末 或者呢 你知道他是一个不上班的人 那你就可以问他说 最近你的娱乐是什么呢 他说我打高尔夫球 一周去几次 那你一般什么时候去打高尔夫球呢 你先知道他大概的时间的安排 用个笔 在电话的那一边先记下来 你在邀约他的时候 排除掉他这些要去活动的时间 然后我们说见面过后呢 通常新朋友可能你自己不是很会谈 当然如果你能力很强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谈 我们说越早丢掉拐杖 越早跑得很快 但是如果你不会谈的话 一定要懂得借力 一定要懂得用A 所以这里就要提到一个ABC的法则 ABC法则是什么呢 A是顾问 是你请来帮你谈这件事情的人 B是你自己 C呢 是你潜在的精英者 大家认为在ABC三个角色当中 谁的角色最重要 那当然是B的角色 那B呢 也叫做bridge 是桥梁 因为在这三个人当中呢 只有你是既认识A又认识C的 所以你要负责在见面之前就有一些工作要做 要把C的情况呢 尽量的告诉给A 除了隐私的部分 跟这件事情做这个合作有关系的呢 都可以告诉A 同时呢 在见面之前 一定要告诉C 你有一位朋友想介绍给他认识 要把这位朋友把这个A的位置呢 抬得够高 让C期待跟他见面 哪怕C真的是上市公司的老板 他依然期待跟这样一位A见面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做推崇 我们说在这个行业里面 如果你懂得如何做推崇 你的功力才能完全的发挥出来 好 然后见面呢 同时你要考虑有好几个方面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场地的挑选 首先不能在C的家里 不能在C的办公地点 你可以选择在B的家里 在自己家里 或者是在咖啡馆 不适合吃饭去谈这件事情 大家记住 一杯茶 一杯咖啡 两个小时 是最简单的 而且在场地挑选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不要让C面对一个 就是视线很复杂的座位 比如说他坐下来 面对外面的落地玻璃窗 来来往往的行人 会一再的去打断他的思维 所以安排呢 C尽量坐在一个相对无趣和封闭的空间当中 那另外坐下来的时候呢 切记B要跟C坐在一起 B千万不要跑去跟A坐在一起 让C感觉有压迫感 你们两个坐在一起面对我要怎样 让他觉得很紧张的时候 不管你讲什么 他的心是关起来的 所以第一印象感觉非常的重要 那另外我们说要避免带小孩 好 另外呢 我们说在见面做推崇的时候 也还要做一次介绍嘛 在做面三方见面了 介绍的时候呢 要推崇A 而不要去捧高C 如果C真的是一个大老板 来了你就说他如何如何厉害 他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 历来都是非常有能力 如果你把C捧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对A来讲是很难的一个工作了 基本上来讲 结果都不够满意了 好 如果C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大老板 上市公司的老板 你要如何去介绍呢 轻描淡写就好了 好 这个人是我的发小 我多年的朋友 我们都互相信任 就这样就可以了 最好的一个介绍就是这样 好 另外呢 B这个A跟C在交谈的时候 B一定要记得闭嘴 一定不要不断的插嘴 好 如果你认为自己要一再的去补充的时候呢 给C的感觉是 这个A好像不够懂 而且呢 你的一再的打断 也会降低A的这个地位 所以一定要 这也是一个推崇 要该做的事情 好 另外参加大型的OBP的时候呢 A就是那个主讲者 好 A就是主讲者 如果你很会用ABC法则 如果你可以把你来的朋友的情况 稍微透露给这个A一点的话 他能够在台上稍微顺带一下 可能会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知道如何去做邀约 我们也会做ABC 但是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那就是沟通 沟通技巧是在既邀约技巧过后 又一个最重要的技巧 那沟通技巧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困难 那沟通技巧其实大家必须要注意的就是两个最重要的原则 那这两个原则如果你切记在心 每一次的沟通都会受到良好的效果 那第一个原则呢 就是你在不确定对方喜欢你的情况下 不要切入主题 因为如果你都不知道对方喜欢你 你给他任何资讯 他都未必能够接受的 那第二个原则呢 就是你不确定对方需要什么的时候 不要随便给他太多的资讯 所以记住这两个原则 其实我们沟通所做的事情呢 就是第一个做聊天的高手 第二个做提问的高手 这是沟通的关键所在 当然在做沟通的时候呢 其实也有很多细节的问题我们要注意 首先呢是服装衣容 那既然我们今天谈的是一个国际130个国家的大生意 所以你不能穿的太随便 出现在你的潜在合作伙伴的面前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服装和衣容 另外呢 讲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兴奋度 如果你自己没有热度 没有兴奋度的时候 你是不具备任何的影响力的 所以今天就像我们唱歌一样 如果你自己不带着感情去唱歌的时候 你唱出来的歌声也很难去感染任何人 所以呢 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其实你的潜在沟通的这个伙伴呢 他们其实要的是一个感觉 一个亲和力 你讲什么还在其次 其实是让他喜欢你才是关键 这个大概就更像是一个谈恋爱的感觉 如果今天你是跟谁 谈恋爱你一定是穿着各方面 包括你在说话的时候 你也会知道他的喜好会是什么 你会很注意他的感受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说要什么样的结果 你一定要事先想好 今天你要去沟通 要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你一定要切记在心 所以在沟通的整个过程当中呢 你是起主导作用的 好 不要有些时候呢 可能是非常好的朋友见面 但是因为很长时间没在一起了 那可能又聊天扯得太远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你要的结果是什么 你能放得出去又随时能把话题收得回来 好那在接下来呢 就是要想好自己和别人的故事 我们说不用 不是只有小孩子喜欢听故事 其实大人也很喜欢听故事 所以在讲故事当中去做沟通 讲出趋势 讲出公司的一些背景 在非常自然的这种情况之下 非常随意的去讲一个 像事业说明会一样的内容 其实是挺好的 不是说每一次都必须要把电脑拿出来 中规中极 从头讲到尾 所以呢 想好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 我想每个人进入这个行业 都有他自己的故事 所以当这个故事可以打动别人 感染别人的时候呢 就比较容易产生共鸣 而且呢 还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去沟通的对象 他可能跟你背景是相去甚远的 那你如果肚子里有跟他相同背景的人的故事的话 是比较容易让他找到这个契合点的 好 另外呢 我们说好 必须是要从客户的嘴巴里讲出来 或者说是潜在的合作经营者嘴巴里头讲出来 为什么这样说呢 很多的新经营者在刚开始的时候 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讲太多 一直讲公司好 产品好 制度好 可是坐在你对面的那一位 他未必是这样的感觉 好 所以你要知道他的感觉的话 你一定要会提问 通常要怎么去问呢 我们说一定要多用问的 而且要善用二选一去问出他的需求 关于各个方面的 包括产品的 包括事业的 或者其他都用问的 如果你会用二选一去提问的话 你就更容易找出他的想法和他的需求 好 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这个朋友他是在上班 或者说在别的公司 你会问他说 如果你付出相同的时间和努力的话 挣5000美金一个月好 还是挣1万美金一个月好 其实答案是显而易见 会选择1万美金 但是呢 你知道他要给出的答案 就是你要引他去到的地方 所以有些时候呢 你可能会事先预备好几个 甚至十几个二选一的问题 最终呢 让客户 让你的潜在沟通对象 讲出你要的答案来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说千万不要送产品 有很多初期的经营伙伴 尤其是一些大老板 生意人 因为在我们团队90%以上呢 都是生意人 很多人在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呢 都说 那我只要把产品送出去给他们用 他们用得很好 就会帮我推荐客户 或者是其他的经营者 其实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 因为大多数人 他在没有自己掏钱去购买产品来使用的时候 从最基础的层面来讲 他从根本上还没有认同这个产品 所以他根本不会好好地去使用这个产品 更别说用出好的效果 再跟别人去推荐了 所以呢 不要送产品 有些时候送出去的产品 可能是坏了周围一大片的市场 我们以前就遇到过这样的状况 有人把产品送给一个朋友用 说你用好之后可以给我推荐人 没想到呢 他既没有交给这个朋友正确使用的方法 也没有告诉他好转的反应 所以到后来呢 这个人产生好转反应 就把产品停掉不用了 之后呢 就跟周围的朋友都说 那个产品我已经用过了 不好用 可是起到的是什么 送了产品 起到的是坏的效果 另外呢 不要只是一味的给出资料 网址 或者是现在呢 有很多微信的链接 有很多伙伴在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呢 一下子就发出去四五条五六条 微信的这个链接 可是呢 没有在做继续的跟进 只是让别人被动式的接收这些信息 并没有问对方你看过了吗 你感觉怎样 你会对哪个部分更感兴趣 记住一定要在48小时之内去做跟进 好 另外呢 我们说在这个面对面沟通的时候呢 千万避免争辩 如果是已经在争论争辩的话 通常可能双方都不会有好的印象 也不会产生任何好的结果 所以一定要避免争辩 好 另外呢 在沟通的时候也有一个三不谈 那前面我们在讲到电话邀约的时候呢 要注意三不谈 不谈公司 不谈产品 不谈制度 那在沟通的时候呢 其实也有三个不谈 什么三不谈呢 时间不对不谈 地点不对不谈 人不对不谈 那为什么我们说时间不对不谈呢 比如说今天你邀约的这一位朋友 他来晚了 你本来预备了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他来了可能只剩下不到一个小时 或者半个小时的时间 你没办法跟他全盘讲清楚 整个事情的时候呢 那就不要硬谈了 问一问 聊聊天 看看他最近的生活状态 总之你还有机会去邀约他 但如果你赶着讲完 通常收效都是非常的 非常的不理想 那另外呢 我们说地点不对不谈 首先前面我们也讲到 在吃饭的地方 是不适合谈这件事情的 就是喝咖啡 或者是喝茶 那另外还包括说 地点如果邀约到了这个 潜在经营者的家里 是不适合的 或者今天你邀约的地点 原来你觉得挺安静 今天去突然变得很嘈杂 那地点不对 你换一个地方 或者是就聊聊天 下次再约 另外的地点见面 那还有呢 我们说人不对不谈 当你约的这个人 他是赴约了 但是来的时候 如果你感觉他的情绪不对 或者是家里 跟先生跟太太吵架了 或者小孩子生病了 你一定要懂得洞察 他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如果感觉他在看表 或者是感觉他有些不赖烦 你要放他走 要体谅他的感觉和感受 这样子的话 你才有机会 跟他有深一步的 进一步的发展 如果说你硬谈 不顾他的情绪和感受的时候 通常下一次 你再要约这样一个人见面 可能再也约不到了 好 另外呢 我们说一定要多引用名人见证 会引用名人见证呢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说名人讲一句话 马云 李嘉诚或者比尔盖茨讲一句话 胜过我们讲十句一百句话 所以肚子里面呢 要常常有一些名人的话 在我们肚子里 那另外呢 我们说加入了这件 我们的杰斯团队的 这个等约18团队的伙伴呢 你一定要及时的 把他们邀请到群里面来 而且呢 一定要告诉他们 要保持48小时的沉默 为什么呢 很多伙伴在听完事业说明会过后呢 有些人是非常的兴奋 就开始变成了小喇叭 我常常说 如果一开始你还什么都不会 以为听完事业说明会 就是可以做这件事业了 那你大错 特错了 但是非常不幸 很多朋友犯这样的错误 认为听完事业说明会 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其实呢 你刚开始的时候是小喇叭 以后呢 就会变成大哑巴 让自己 因为你出去也没有办法 很专业的去呈现 产品公司 或者是事业的前景 你都没有办法 而且呢 很多人连这个最初级的课 如何起飞 都还完全没有听过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说事业说明会 其实要讲两次的 第一次他听的大概 或者有一点吸引到他 他入会了 你一定要在事后呢 问他到底是哪部分吸引你呢 如果你知道是哪一部分吸引了他 你一定还要给他相关的信心 给予给予他更强大的信心 来加入杰斯 从事这个生意 因为你要的不只是他签一张单加入而已 你要的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伙伴 那另外呢 就是要在48小时之内 一定要邀请你的新入会的伙伴呢 参加如何起步的培训 另外就是对于入会的朋友 在他收到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切记交给他产品的正确使用的方法 而且要在那个时候呢 务必要告诉他产品使用过后的好转反应 千万不要等到产品在他使用过后 产生的好转反应才跟他说 就是这样的呀 就是有好转反应啊 可是为什么事先你没有告诉他 一定要在恰当的时间做恰当的事情 所以好转反应 一定要及时的在他拿到产品的时候 就要告知他 那接下来呢 我们讲一下团队合作的注意事项 对于初期的经营者呢 大概了解一下团队合作需要注意些什么 在后面我们实战训练的时候呢 这个部分会再详细的告诉大家 那团队合作的时候呢 第一个我们说不可以有不正当的金钱往来 那很多朋友说 我想入会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好 可是我没有钱 那你就帮他垫钱 可是后来变成钱没了 人也没了 这种事情在这里面发生很多 所以千万不要垫钱给你的所谓的一些朋友去入会 因为他如果自己想要 他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所以在这里面一定不要有不正当的金钱往来 那第二个呢 我们说不要有不正当的感情纠纷 那这件事情呢 刚刚入会的时候可能还不太会碰到这样的状况 但是呢 我们说日久盛情 在这里面千万不要有一天 当你站在舞台上的时候 有人突然冲进来说 你抢了我的先生 抢了我的太太 所以一定要很注意在这里面的为人 那另外呢 我们说不可以有消极负面的言论 我看到有很多新的经营者 甚至有些时候呢 都有做了几个月的经营者 他们在会场的时候毫不避讳 去讲自己用产品的一些好转反应 讲的有些时候呢 他并不是很正面的去理解和讲述这件事情 会很多时候吓到刚刚入门的新经营者 所以我们说经营者在会场 在大场还有别的合作伙伴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你自己的情绪和言论 如果你有负面的情绪和言论的时候呢 只能对你的上级伙伴去直接去反应 那我们说有任何的疑问 都是找上面去反应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说在这里面 大家都是合作伙伴 合作经营者 所以并没有谁雇佣谁的关系 在这里面呢 一定不要用命令的口吻 要互相尊重 另外呢 不抢线 在一个团队在合作的时候呢 不抢线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在一个地方 用一个会场在合作的时候 如果产生抢线的问题 以后都不太可能 还有合作的可能性了 所以在这里面真的是要爱护自己的每一片羽毛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说不可以用团队呢 去发展个人的生意和讯息 大家要提高警惕 有一些人呢 进到我们团队里面 进到这个公司里面 可能并不是真正看懂了解私 并不是真正要来做解私的 他可能在别家公司 他可能身上带有别的什么的业务 如果合作经营者伙伴之间 如果知道有这样的人呢 一定要私底下互相知会一生 让领导人来决定 是不是要实时的把这个人呢 踢出合作的这个圈子 好另外呢 大厂的OPP一定要记得保护新朋友 保护新人新经营者 常常有些时候呢 我们说新朋友到了会场 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问 他第一次到了会场 他坐在那个地方 如果你作为带他去的推荐人 如果你完全没有一点 很有这个感觉的话 你可能会把这个新经营者 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 就去上卫生间或者打电话去了 可是回来的时候呢 这个朋友可能莫名其妙 就会跟你讲一句话 我不想做了 我觉得我没法做 你可能完全不知道 中间发生了什么 可能在你不在的时候 他旁边坐了一个非常负面的人 他正好问他 你做的怎么样 对方可能正好说 太难做了 你都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就失去了一个潜在的经营者 所以一定要在大厂 懂得保护自己的新人 知道说谁是可以放心 安排坐在旁边的人 谁不可以 好另外呢 我们说要注意团队的形象 到会场去 一定要穿的专业一点 因为今天想想看 你要想去用一个会场 你想看到什么样的会场 如果你做一个领导人 你有一天想看到什么样的会场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高素质的人 你想跟一群什么样的人合作 你不想跟一群穿成菜场老大妈的人合作吧 所以今天如果你希望你看到的会场是什么样子 你一定要努力把你合作的这个会场 做成那样的样子 从自身做起 穿的专业一点出现在会场 而且呢 把手机关闭 把这个我们说 而且呢 不要在这个台下交头接耳 这整个都是会影响会场的这个 这个素质的 好 尽量的不要在台下玩手机 另外呢 重要的问题 一定要放在核心干部群里面去讨论 不要一个人私下去散布任何的这个信息 如果还没有得到核心的确认和一致的认同的时候呢 最好先在核心内部会议里面讨论一下 好 我们说除了好的心态和技巧 你觉得还需要什么呢 好 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 可能女性朋友占多数 女性朋友都会有一个弱点 可能都会比较有情绪管理的问题 我们说情绪管理这方面呢 其实说这个行业 你一定要有一些这个我们说叫演员的这个专业素养 不管你家里发生了什么 不管你今天出家门的时候 带着是什么样的情绪到了会场 到了工作的这个环境 一定就要在你工作的情绪当中 不要把你的私人个人的情绪带到会场去 带到你的合作伙伴面前去 所以忘掉你自己的私生活 投入到你的工作当中去 而且呢 教大家一个方法 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呢 想想看今天的情绪是在一级还是十级 如果在这中间不够高的时候呢 可以听一些激励的歌 甚至可以听金会 蒋奇瑞老师的一些分享 让自己的情绪提高 然后好好的去开始一天的工作和生活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百分百的适合做这个行业的 进入这个行业 我们都需要一些改变 当然这个改变是你做的越快越好 做的越早越好 那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变呢 首先我们说改变是要从自身做起 今天是你一个人 可能一个月之后就变成一百个人 可能两三个月之后就变成了上千人 如果你自己一个人的错误 没有办法及时的得到纠正的话 当这个错误复制出去变成了一千个人的错误 到时候是覆水难收 你想哭都没办法都改不了 所以你自身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扎扎实实的去纠正它 好另外呢 我们说在这个行业 它是365行以外的一行 所以还有很多的时候呢 你需要自己的观念的改变 那怎么样去改变你的观念呢 首先要接受一些新的资讯 比如说你会需要去看财富第五波 和最新的保罗比尔泽的财富第六波 另外你可能还需要去看管道的故事 你可能还需要去看复制猫营销101这些书 所以多去充电 另外呢 还有就是从小事情开始去改变 比如说不化妆啊 比如说常常迟到了 这些都是小事 可是都会影响到你的专业形象 另外这些改变 从现在就要开始不要等 不要说等到我成为男保 我再去改变 等到我成为红保 我带团队 我再开始去改变 到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说你懂得再多 知道的再多 如果不付诸于行动 一切都是乌有 所以一定要有非常强大的行动力 在这里面有一些人 可能一年的时间就能成为钻石 都必须要有强大的行动力 有一些人可能一天三谈 谈不到三场就不回家去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力 你一定能快速上钻石 好最后呢 祝福大家 祝福所有的伙伴们 早日成为一颗闪亮的钻石 谢谢大家 Kotai Arena Venetian Macau 每个人都在订阅 大家可以看到 赶紧的东西 什么正在发生 所有人都开始进来 所有的家人都在订阅 所有的家人都在订阅 我们有一个参与的参与 参与 我们有一个参与的参与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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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One of the main components of the evening was our new partnership for Jeunesse Kids with a company called Free the Children. And Jeunesse announced that we're actually adopting a village in rural China. So you all have the ability to participate by donating to Jeunesse Kids to help this incredible cause. We'll be right back.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